第187集 孙胖子抬起眼皮 看了我和熊安一眼 随后起身 走到后门的车门旁 才接了电话 是 我明白 孙胖子再说话的时候 声音压到了最低 他的口头禅也听不见 翻来覆去的 只是来回再说四个字 他这个电话 打了两分多钟之后 挂了 回到座位之后 就跟没事人一样 靠着一半又开始 打起了哈欠 大圣 这谁啊 三更半夜给你打电话 能这个时间找你的 关系应该不浅 孙胖子的眼神 瞇了刀缝 他没有马上看过 反倒是先扫了熊万亿一夜 是 以前基督处的同事 哎呦 不如我说 妈 你看看咱这人一玩 是吧 离开基督处都大半年了 还有旧同事 你惦记我 费点辛苦吃饭 你说吧 是吧 我说没时间不去吧 那边差点就翻脸了 哎 没办法 谁让我这人天生的 这是约好呢 是不是 哎呀 没办法 没办法 你就糊弄鬼吧 你 我这心里暗暗的骂了一句 刚才就说了四个字 翻来覆去的说了四个字 哪有一句提到 他没时间去吃饭 不过就这样 我也不认为 孙胖子是故意骗我 八成是因为对面 多了一个熊丸呀 这些话 当着熊丸异的面 说不出来 才跟我胡说八道 就在我心里猜想着 刚才电话是谁打来的时候 头顶上的小喇叭 又传来了 萧和尚的声音 马上就要通过端音杂了 各个车厢的调查员 看好自己车厢里的魂魄 小心魂魄 可能有失控的征兆 有端音杂不早说 就是这破火车能过去吗 萧和尚话音刚落 熊丸异他们这些老调查员 就开始嚷嚷 看着他们的样子 我这心里也开始没底 断音杂我倒是知道一点 据说是在阳市里 一道阻止孤魂野鬼 进入鬼门关的屏障 断音杂对阳市人 没有任何影响 但是一旦灯灭 亡魂在断音杂前 除非有阴死鬼差带路 否则硬闯的话 会让一般的孤魂野鬼瞬间就烟消云散 暗无目的的四处张望着 忽然 从其他的车厢里 传来一阵惊恐哀嚎的声音 这一声尖叫之后 几乎整个二十多个车厢里 都跟着磁吸笔伏的响起 一阵阵的尖叫声 我们这阵车厢里 所有的魂魄在尖叫的同时 已经都蹲到了地上 整个身体缩成了一团 这种状态只持续了一分钟左右 之后空气中的压力 开始迅速地恢复了正常 众魂魄哀嚎的声音 也突然消失得无影无踪 适应了几秒钟 众魂魄开始慢慢地站了起来 就在我以为 已经安全通过了断音闸的时候 车头的那边 突然响起一声巨大的爆炸声 爆炸声响起的同时 火车紧急刹车停住 好在我们这趟车开得缓慢 否则就这一下 还不定能把我们甩在哪儿呢 我打开车窗向前面看去 爆炸的方位 是在最前面的几间车厢 有一个人被炸出了车厢 他一身鲜血躺在地面上 我心里咯噔一下 躺在地上的那人 可千万不能是萧和尚 我刚想跳下车去看看究竟 还没等我拉开车门呢 我的电话就响了 来电显示是萧和尚 萧和尚的电话那头 几乎是吼出来 你和孙大生马上过来 这时候已经乱成一团了 其他车厢里已经陆续有人跳下车 向爆炸的地方跑过去 车厢的小喇叭传出萧和尚的声音 所有调查员除指定人员之外 都不能下车 下车的马上回到车厢当中 车厢之外一片冰天雪地 我和孙胖子跑到前面 事发车厢位置的时候 萧和尚已经从火车上下来了 出事的是他的第二劲车厢 车厢被炸出来一个大洞 我向里边看了一眼 车厢里看不到和萧和尚一起的 那个奇怪的昆布 地上躺着的那人身上一片血肉模糊 上半身就跟血葫芦一样 脸朝下 躺在雪地里 脸部已经看不出这人到底是谁了 四肢呈现出一种不可思议的弯曲 要不是这人的胸口还有微微的起伏 我一直以为 这个人已经死了 老萧大师 这哥们不会也是个八火车的吧 不是我说你 老萧大师 你这下手有点狠啊 你脚踹去就行了吧 你 我就知道 我就知道你把我们哥俩叫过来 绝对没什么好事 你说说吧 你把他买哪 林峰 你说这是四肢的林峰 难道还是香港那个吗 管他是香港还是湘河的 先把人抬到车厢里吧 再在外边这么晾着 血没流光先冻死了 我和孙胖子准备找个帆布之类的东西 先把林主任都回车厢里再说 能不能熬过去 那就看他的造化 还没等我们动手 萧和尚对我们俩低声喊了一句 你俩别瞎动 能动他我早就把他拆进去了 林峰的身上都是阴毒 他的命好 这里是一个天然的散阴地 先散了他的阴毒 再想办法救他吧 听萧和尚这么一说 我才发现 林峰周围的积血已经开始融化 从他的眼耳口鼻中散发出一种淡绿色的雾气 融化的血水接触到雾气 变成淡绿色的液体流到地上 被土地吸收 看着林峰的蹊跷中散发出来的绿色雾气越来越少 我抬头看向萧和尚 老萧 差不多了吧 你小心点时间长了 林峰真的没动死 再等一下 萧和尚盯着林峰 直到他的蹊跷再也没有雾气飘出 行了 林峰死不了 把他抬进去吧 孙胖子在爆炸的车厢里 找到一张大号的抬布 我和孙胖子揪住两边 兜着林主任 把林主任给抬进去了 在回到车厢之前 我给林峰做了个简单的包扎助理 他那严重变形的四肢 其实我是没办法的 恐怕好了也会落下一点残疾 现在只能先保住他的命 其他的那就以后再说了 到了第二截车厢 安置好林峰 萧和尚电话通知火车司机继续前行 安排好一切 他才过来查看林峰的伤势 老萧 你不是在这间车厢里面吗 怎么林主任会被从这儿炸出来了 这句话说得越来越没底气 谁知道林峰是不是因为招惹了萧和尚 被萧古文把他从车厢里来炸出来 萧和尚似乎是猜到了我的心思 他有些无奈地哼了一声 我和林峰对调了车厢 他负责看守的是一种不属于阳市的尸毒 等到开始开启鬼门关的时候 是要把这种尸毒送回去的 林峰本来在第三截车厢 但是担心尸毒和第四截车厢里的魂魄 发生某些共鸣 所以就和我对调了车厢 要不是因为对调了车厢 刚才趴在雪地里的恐怕就是我了 陈峰大师 你把我和辣子找回来什么意思 不是民调决令就这儿我们俩吗 这里爆炸之后 我第一时间就过来了 辣子 你是专家 能看出什么门道吗 林峰身上的伤除了爆炸引起的之外 剩下的几乎都是打斗士留下的 他的四肢是被人打断 没错 我这里有在路过断音闸的时候 各个车厢里逼路电视拍下来的画面 你看了就知道我为什么找你们俩了 肖和尚让我和孙胖子将林峰抬到了第三截车厢里 这截车厢被一个围满分成了两个区域 在中央控制台前 肖和尚上调出了刚才路过断音闸时 各个车厢拍到的录像画面 就看见在闯过断音闸的时候 几乎所有的昏破都表现出一种惊恐的状态 但是就在其中一个瞬间 除了我们最后一截车厢之外 其他所有的车厢里在同一时间内拍下来的画面都杂乱的扭曲起来 画面重新出来的时候已经是第二截车厢爆炸后的事情 看出来了吗 昏破少了 每一截车厢里都少了一两个昏破 你怎么知道少了昏破 我自己数的 老师大师 你到底想说什么呀 别客气了 你直接说呗 肖和尚盯着屏幕上的画面 重重的喘了口粗气 过了半场 才牛脸看着孙胖子 只要是在这趟列车的范围之内 所有的魂破在我这里都会有显示 在肖和尚说话的时候 我已经注意到 他的这件车厢内 左侧的车窗已经全部都被封死 原本在车窗的位置 已经改造成了无数个木质的格子 看上去就像是书架一样 但是却比书架要密集的多 大格子里边套着摆上来的小格子 每个大格子上面都标注着 四到二十二的数字 每个小格子里面都存放着一张黄纸 前面几个大格子里 零星有几张黄纸已经烧成了灰烬 但是绝大多数的黄纸都完好无损 到了最后两个大格子 里面一层一层的黄纸被烧成了纸灰 如果没有猜错的话 格子里面的黄纸 应该就是类似刚入民调局时 欧阳天佐给我们制作的 本命符一样的东西 但是刚才经过断银闸的时候 除了你们最后一节车厢 没有魂魄失踪之外 其他的车厢里 一共消失了三十二个魂魄 而我这里却一点显示都没有 不过能肯定一点 魂魄并没有趁刚才的机会离开火车 外面虽然过了端银闸 但还是散银地的环境 下了火车 他们连坐舰的机会都没有 他们没有下车 就只能 还在我车上 摄像头没有看见 这六七十个人也没有看见 他们的天眼难道都瞎了 他的这几句话让我想起 不久前 杨潇老婆转世投胎的那次经历 我和孙胖子 心有灵犀地对视了一年 老少 你都直接说完 你这怀疑谁了 除了你们俩之外 我谁都怀疑